若要挑一项最能体现新加坡多元文化特色,及精髓的活动,那非装艺大游行莫属了。 这项一年一度的盛大庆典,在每年农历新年期间举行,汇聚着新加坡不同种族,不同文化背景的众多表演者和观众群,年年场面壮观,热闹非凡。 据说当年的起源,也正是因为本地政府对燃放鞭炮,以驱邪的春节传统习俗下了劲力,因此改而以同样喧哗热闹的,装艺大游行取而代之。 2021年因为突发的疫情,装艺大游行首次通过电视、网络和社交媒体进行线上直播。 这也是第一次观众可以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,共同观赏这场盛大会演。 迈入50周年的装艺会演,今年将在2月12日晚上8时重新要张一直播。 以Inite Our Dreams为主题的盛典,除了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频道直播演出,据说演出中会融入特效以及地面投影等技术,为观赏直播的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,值得期待。 而在线下,1月23号Dynamic Diversity DR Dance的15强就已经产生,让我们一睹他们的风采。 中文字幕 为庆祝装艺50年,20辆公共巴士已经换上装艺50的新装,将在3月底前穿梭全岛。 这些设计创意,来源于网界五彩缤纷的游行花车和表演元素,共有6款,展现了多元的文化和丰富的创造力。 乘客在搭乘公共巴士的同时,仿佛自身装艺游行花车,氛围感十足。